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面临着包括宣扬恐怖主义 贩毒 洗钱 欺诈和未成年人色情在内的多项罪名指扣 这里头的随便哪一点大帽子 但凡只要在杜罗夫的脑袋上戴瓷时了 都够这老小子喝一胡的 要是全部都戴上去了 抄家罚款 自不必说 到头来可能还要背上长达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有期徒刑 要是事态真的发展到那个份上 那么杜罗夫往后余生的世界公民大梦 恐怕就只能在法国的遭遇里头对着铁窗外头飘进来的萧萧北风坐一坐 在杜罗夫遭到法国政府逮捕的消息传开之后 俄罗斯舆论场上著名的大嘴巴 梅德韦杰夫也站出来发声 按说像这样的事情 梅德韦杰夫一般会激进冷嘲热讽之言辞 有时候信头上来没准还会大骂几句 按说就杜罗夫和俄罗斯政府过去的恩怨 梅德韦杰夫本该是对他的遭遇感到更加幸灾乐祸的才对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梅德韦杰夫确实是评价了杜罗夫如今的遭遇 那他的用词和比调那种感觉已去说是骤其以不忠 笑其以不至 倒不如说是哀其以不信 怒其以不争 很久以前我曾经问过杜罗夫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不愿意和我们俄罗斯的执法机构展开合作 打击犯罪行为呢 对此杜罗夫给我的回答则是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原则跟立场 听他这么一说 我直截了当的告诉了他 但如果不这么做 任何国家都会出现严重问题的 他认为俄罗斯是他最大的问题 于是他选择了背井离国 加入了其他国家的国籍 拿了别国的公民身份 杜罗夫总以世界公民自居 希望自己能给全天下的世界公民树立一个榜样 即就算他们没有祖国 也能在广阔天地间过得很好 正如那句拉丁业语所言 在哪儿日子过得好 哪儿就是祖国 然而杜罗夫终究还是失散了 对于现在 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敌人来说 杜罗夫身上的第一标签并不是世界公民或资本巨头 而是俄罗斯人 也正因此 他在美西方眼中是不可预测的和极具危险的 国籍和身份可以改变 但血统不行 杜罗夫终究没有马斯克或扎克伯格那样的命 哦 对了 顺便一提 扎克伯格还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忠诚的鹰犬 到头来 杜罗夫终将明白这样一个事实 一个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国的 就如同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一样 二 能被西方忽悠成职人的资本家 干得再大 也只是小布尔乔亚 说起杜罗夫和俄罗斯政府之间的恩恩怨怨 很多同事和朋友可能都知之甚少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先介绍一下 我在出本期内容的过程中 在西方媒体商业内幕网上找到了一篇 他们刊载于2018年2月上旬的旧文 那时候的杜罗夫已经从俄罗斯润到欧洲 彼时俄欧冲突虽然尚未爆发 但是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早已是视同水火 杜罗夫以世界公民自居 从上包括所谓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多年来一直热衷于和克里姆民工对着干 再加之当时又润去了欧洲 因此对于西方媒体而言 这个时候的杜罗夫就是他们用来对俄 发起舆论战的最佳抓手 为此商业内幕网在当时特意给杜罗夫定制了一篇 极尽肉麻之辞令的宋门 提约帕维尔杜罗夫 俄版马克扎格伯格的精彩人生 他正在为自己的即时通讯应用筹集20亿美元 比这个文章标题更肉麻的 是商业内幕网在文章中给杜罗夫撰写的人生小传 杜罗夫于1984年10月10日出生于俄罗斯 他在学校学会了如何编程 然后就用这门本事篡改了学校的网络 把学校电子公屏上四平八稳的官方标语 给改成了各种污言会语 用于羞辱报复那些他瞧不上眼的老师 简而言之 这小子打小就是个问题少年 2006年从大学毕业之后 杜罗夫和他的哥哥尼古来杜罗夫合作 创办了俄罗斯版的Facebook VK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俄语社交网络 在俄罗斯尤其受欢迎 后来该应用的用户总量一度超过3.5亿人 杜罗夫兄弟也因此从中赶到了人生之中的第一桶金 在很多童年人都还在为下个月的房租而发愁的岁数 而杜罗夫的身家就已经超过了2.6亿美元 杜罗夫对着装有着独特的审美 他只穿黑色衣服 就像黑客帝国中的主角尼奥一样 翻译成人话意思就是喜欢装插 因为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所以杜罗夫的财力也足 因此他索性便将VK在俄罗斯的总部搬到了 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星格大厦 把这里的五六两层都包下来当自己的办公室 2012年贤急无聊的杜罗夫在他位于星格大厦的CEO办公室里 干了一件在俄罗斯舆论场上轰动一时的事情 他用面额5000卢布的钞票折了一堆纸飞机 完了和他的VK员工一到打开窗户就往人群里头扔 最后估计他应该认出了价值上万元人民币的纸飞机 VK并不只受到普通俄罗斯网民的欢迎 很多俄罗斯的润人侄子 比如现在坟头草都已经有两丈高的 所以喜欢挑动俄罗斯的小年轻和普京对着干的老牌俄罗斯反贼纳瓦尔尼 他们普遍也喜欢用VK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了将VK当作反贼之间搞串联的通讯软件的地步 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剧情有些似曾相识呢? 似曾相识就对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天下职人都是一个奏性 2011年俄罗斯政府向杜罗夫发出照会要求对VK网加强舆论监管 对此杜罗夫在网上发了一张照片以示回应 照片上是一条穿着连帽衫的狗正吐着舌头对准镜头 分析人士认为杜罗夫此举旨在向克工传达这样一个信息 即他本人不会屈从克里姆民工的意愿行事 而这时的克工正是梅德韦杰夫在主政 可话虽如此杜罗夫的胳膊终究拧不过克工的大腿 他最逐渐将VK的控制权转让给了另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公司 这是一家被认为与克工过从甚密的公司 即便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杜罗夫仍然不屈不挠 他后来还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张极具挑衅意味的照片 他本人亲自出镜冲着镜头向Mail rule和克工都竖起了终止 哦对了顺便一提杜罗夫竖终止的这张照片 现在在instagram已经看不到了 因为他早就被删 至于是杜罗夫本人删的还是instagram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是前者的话 那我只能说杜罗夫自诩的这身所谓之硬骨头 看来也是会随着实际的变化 而在软硬之间自由切换的 这倒是也符合我对这群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和世界公民一观之的固有印象 小布尔乔亚就是小布尔乔亚 哪怕成大资本家了 这一身的小布的习气终归还是改不了 三从杜罗夫到赵长鹏天下乌鸦一般黑 2013年杜罗夫被指控开着一辆白色奔驰 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撞了一名警察 但事后杜罗夫本人对这一指控失口否认 甚至还用我根本不会开车这种理由来敷衍了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杜罗夫终于丧失了对VK的控制权 他无视了俄罗斯政府要求他前往警察局接受询问的要求 警方忍无可忍最终突袭了VK的办公室 结果却发现杜罗夫早已惊蝉脱鞘 原来早在东窗事发以前 他就已经乘坐飞机认出了俄罗斯 认走之后的杜罗夫兄弟并未消停 哥俩在美国纽约州的布法罗秘密成立了一家公司 并将一些忠诚的VK员工带到美国 在美国杜罗夫搞了一个秘密项目 因为反感于俄罗斯政府对VK的管控约束 他计划研发一项具备强加密功能的聊天应用程序 使得政府难以监视用户 这便是如今的电报 因为害怕自己会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找上门来 所以杜罗夫在这些年活得像只孤魂野鬼 在世界各地到处腾挪 每隔几个月就会搬到另一个地方住 杜罗夫拥有俄罗斯法国阿联酋 以及圣基茨和尼维斯四国的公民身份 其他人至多也就是角度三姑 由此可见杜罗夫在事关自己安危的问题上有多小心谨慎 现在杜罗夫已经不敢再回到俄罗斯了 但是俄罗斯却处处都是他的传说 尤其是在广大俄罗斯润人执子中间 因为电报 杜罗夫俨然已经成为了俄罗斯恨国党和反贼们心目中的英雄 其实不光是在俄罗斯 在俄罗斯以外的很多地方 比如中国香港因为电报而将杜罗夫奉为杜盛的黑豹分子 蟑螂手足 在2019年的那个黑色夏天也没少用电报来为非作歹 而除了这些不入流的街头妈喽之外 其他诸如自由电台 美国之音 德国之声 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 还有美国国际开发署之类的不少中国王民 也二手能详的甲级战犯组织机构 他们其实也是电报的忠实勇总 用一个当下的互联网热词来形容 这些甲级战犯机构 其实就是润人侄子马喽们的粉头 所以他们热衷于使用电报和吹捧杜罗夫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电报之外 撑着前几年虚拟货币行情火爆 杜罗夫也下场凑了一把热门 搞了个他自己的虚拟货币项目 并因此凑集到了20亿美元 杜罗夫的这段经历 让我想起了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的创始人赵长鹏 赵是靠加密货币发的家 钱赚的最多的时候身家足有数百个亿 因为不喜欢中国政府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政策 所以赵后来移民去了加拿大创办了币安 赵长鹏本以为自己能在美西方这片崇尚自由主义和小政府的土地上大展拳脚 结果最后却被美国的各部门机构给摆了一道 前前后后光是罚款就罚了几百亿 本来说好罚完认罪就放他一马 结果真等到赵签字画押了 美国政府立马翻脸 这个部门查完 那个部门又来 俨然是把赵和他的币安给当成了取款机 等到杀完了鸡取完了卵 失去利用价值的赵也就成了一个又脏又臭的业务 紧接着就被过河拆桥的美国政府给送进去监狱里减肥灶 相比赵长鹏 杜罗夫之所以会被法国政府逮捕 薅羊毛和杀鸡取蓝什么的尚在其次 更重要的原因是原本在西方默许甚至是支持下 祝杜罗夫搞出来方便在其他国家煽动颜色革命的电报 说过去几年来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总体趋势影响 已经慢慢演变成了一把朝着西方自己的脑袋上砸回去的回旋标 结语中俄交不会职人资本家们的道理 西方都会替我们交给他们 反政府反体制人士并非只是中俄等非西方国家的特有产物 这种人在西方勤食并不罕见 若按照比例来算 西方的此类人士比起中俄来甚至可能是只多不少 尤其是在被去年10月份的阿克萨洪水行动 点燃的本轮8亿冲突引爆之后 这种反西方政府的西方人在西方正是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 原先电报上讨论的都是反华反俄的话题 现在则多了很多反美反乙反西方的声音 自己被自己养大的狗给反射了 这本就让以法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机器 不讨厌杜罗夫的了 而更要命的是杜罗夫 似乎是真的相信了自由主义和世界公民的那套鬼话 面对西方政府向他提出的 索要电报用户数据加强平台监管的要求 杜罗夫要么是置之不理 要么就是冷嘲热讽 和当初他年少轻狂时 在俄罗斯干的事情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这一次杜罗夫是算了 事实证明西方政府的确不是俄罗斯政府 真是翻起脸来前者下手可比后者果断狠辣得多 杜罗夫之前朝俄罗斯述终止 梅德韦杰夫和普京都没抓他 而现在他只是因为不愿意屈尊迎合西方政府提出的监管要求 后者就干脆动手把他给断了 大概是被美西方那一套鬼话 规训的时间长了 杜罗夫可能都已经忘了 美西方的远程序幕业之所以遥遥领先 靠的不仅仅是对润人侄子们的请客和收下当狗 真到了要杀狗的时候 他们的屠刀往往剁的比谁都利落 更滑稽的是在杜罗夫被法国政府逮捕之后 先前曾经因为他的反俄职人立场 而给他站台叫好的各路猖鬼 现在全都不见了踪影 反倒是多年一直被他恨之入骨 连晚上睡觉都得多加提防的俄罗斯政府 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比较关心他的安危 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的话说 俄方已向法国发出正式召会 要求与杜罗夫进行领事探视 俄方将密切关注国际人权组织的反应 并要求人权组织向法国施压 促使法国释放杜罗夫 我突然有点好奇 当时正在法国遭遇里被法国秘密警察严加审讯的杜罗夫 在获悉这样的消息之后不知道他的心里头会是怎样一番滋味呢 我又想起了美国电影《内战》中的那个名场面 路透社的记者说 没必要这么武刀弄枪的吧 你我不都是美国人吗 武装民兵端着步枪反问他 哦 那你是哪一种美国人呢 把其中的一些元素稍微替换一下 我们就会发现 这话你就是说给赵杜之流听 也是不违和的 没必要搞到罚款抓人这个份上吧 我们不也是资本家吗 哦 那你是哪一种资本家 很多信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所谓小政府那一套价值理念的老板 往往都瞧不上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大政府的宏大叙事 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大政府 总觉得这仨就是他们赚钱的障碍 总是恨不得早早的连人代产早日转移到西方去 认到他们心目中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想国 他们暗自窃喜满心欢喜的认为 只要摆脱了自己的元首环境 抛弃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西方就会高看他们一样 他们就能在异国他乡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然而赵杜之流的悲催遭遇已经向我们揭示了残酷的现实 现实就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 你若是完完全全信了后者的邪 那你的下场就是倾家荡产 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中 你要是彻彻底底的断了前者的根 那你的结局就是众叛清理 从赵长鹏到赌罗夫 中俄交付会这帮职人资本家们的道理 西方自会替我们把他们教育的明明白白的 在今天这期节目的最后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这两天在知乎上看到的一位国内网友的回答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既适合用来当作本期内容的结尾 也适合当作赠送给广大自由主义者和世界公民们的寄语 赵长鹏出生在中国后加入加拿大国籍 并设法取得了阿联酋公民身份 创立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被抓 杜罗夫出生在俄罗斯后加入法国国籍 并设法取得了阿联酋公民身份 创立加密即时通讯平台电报被抓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所以别以为加一层国籍buff就安全了 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 你就是加两层也不行 真到了那个时候 你最好真有一个能保护你的国籍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